欢迎来到美厅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想责怪的人越来越少 龙泉寺的主持学成法师 在最初跟随圆桌大师学习佛法的时候 每天的任务都是端茶倒水 清理茅测这些琐碎的事情 一开始 他总是觉得这些工作对他来说太过简单 甚至有些屈才 因此常常在私下里呕气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 每当他蹲下身子去清理茅测 或是弯下腰去端茶倒水时 他开始觉得 这是调佛傲慢 放下自我的一个便捷方法 在这些看似简单的日常琐事中 他逐渐领悟到佛法的真谛 内心的偏见和不平 也慢慢消失 变得越来越平和 人这一生也是如此 每个人都是在世事变迁 人情冷暖中逐渐成长 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 体验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才逐渐学会包容和理解 正如一书所言 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 就是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 人生路长 越近世事 所以凡事都能理解 生活跌宕 历经沉浮 所以一切都可原谅 看穿人性的凉薄不再苛责 战国策中 孟长军的故事让人感触颇深 孟长军在齐国人相国时 身边聚集了三千门客 服上天天人满为患 投奔他的人络绎不绝 可后来他被齐王驱逐 失去权势 被迫回到封地靴地 往日那些亲密的朋友都变了嘴脸 对他避之不及 生怕被牵连 孟长军对这群屈炎腹势之徒 十分不满 他特意让人准备了一块大木板 打在他失事时 嫌弃他 远离他的人都刻在上面 打算日后一一算账 这时 一位叫谭石子的门客去劝他 谁富贵就靠近谁 谁贫贱就远离谁 这是很普遍的人性 犹如吉士 早晨人熙熙攘攘 到了晚上就变得空荡荡的 这并不是人们爱早恨晚 只是根据需要来选择罢了 您又何必对此耿耿于怀 怨恨他们呢 孟长军听后 心中的怒火 渐渐平息了下来 他沉思了许久 最终叹了口气 吩咐人把大木板上刻的名字 全部划掉 年轻时 我们总是对人性抱有美好的幻想 把别人随口许下的承诺 当作珍宝 对所谓的交情深信不疑 然而 当自己陷入困境时 却往往发现 无人愿意伸出援手 甚至有人落井下石 事实上 趋利避害才是人性的常态 当我们身处高位时 身边总是围绕着笑脸和奉承 而一旦地位不保 那些曾经的朋友便如鸟受散 留下的只有冷漠和嘲讽 这时 我们才明白 交情往往只是利益关系下的产物 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一如季献林在 《冷暖自知》一书中所记录的那段经历 当他被戴上帽子 背上那无望的罪名时 他成了阴缘里人人不可触碰的禁忌 往日里对他毕恭毕敬的下属 此刻眼里都藏着鄙夷 昔日热切交往的同事 此刻也都对他避之不及 几年后 他的冤屈得以平反 又被围以重任 成了学术态斗 国宝 这时 那群人立刻又一窝蜂拥了上来 季家又是宾客迎门 热闹非凡 回想这段过往时 季献林说 你若问我有什么想法没有 想法当然是有 但事态炎凉 古今如此 因此我没有责怪任何人 并不是我都良大 而是假如我处在别人地位上 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未曾经历过艰苦的挣扎 就无法真正成就一个人的坚韧与毅力 没有经历过世事的魔力 就永远只能保持一种天真的幻想 在生活的道路上 没有人能够完全逃避人情冷暖的打击与魔力 当遭遇困境时 雪中送炭的帮助固然令人感激 但更多时候 我们不得不面对人走茶凉的现实 因此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 在于不再过分依赖他人的帮扶 而是学会坦然接受命运所赋予的风雨与挑战 看懂缘分的稀薄 无需执着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曾经和某个人形影不离 笃定要一生一世一起走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不知何时开始 两人已然人间之头 各自成流 渐行渐远 曾经和好友有说不完的话题 聊天况永远置顶 如今却只是偶尔在朋友圈里点个赞 交流变得疏离 尽管我们小心翼翼地维系着关系 但仍然难以改变走向末路的结局 作家老杨的猫头鹰 曾收到过一个名叫秦子的女孩的来信 她说自己和闺蜜两人分隔两地 平时很少有机会见面 但是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常常会在网络上聊天 终于有一天 闺蜜说要来见她 秦子非常高兴 感觉就像是要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 她提前做好了各种攻略 包括了吃的 玩的 住的 每个细节 希望能够给闺蜜一个完美的旅行体验 她还畅想着两人见面时的场景 可以谈天说地 嬉笑打闹 重温过去的时光 然而 到了约定的日子 秦子早早地起床准备 却发现 闺蜜并没有按时到达 她打电话过去询问 才知道原来闺蜜另有同行的人 也有安排好的游玩计划 和秦子的见面被推迟到了第二天 秦子在电话里 虽然连连说好 但其实内心充满了失望和无奈 第二天两人终于见面了 但是却并没有像秦子想象中的那样 闺蜜带着一群朋友来了 大家闹哄哄的聊了一会儿天就走了 秦子夹在人群中 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一样 内心充满了遗憾和失落 她问老杨的猫头鹰 我们曾是最好的朋友 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呢 老杨颇有深意地说 你们能像礼物一样出现在对方的生命中 这已经非常美好了 但你要知道 大多数礼物都只能重要一阵子 人这一生会遇到2920万人 可留在身边的不过150人而已 也许山水一成的距离消磨了旧日情意 又或是生活的鸿沟 让彼此再无交集 比起来日方长 更多的可能是后悔无期 甲平蛙曾在人生的旅途中 与几位知己并肩前行 然而岁月的流转 却将他们推向了不同的道路 每次回想起那些渐行渐远的背影 他的心总会感到一阵寒意 多年后 甲平蛙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明白 他错把朋友当成了家人 朋友毕竟只是朋友 就像春天的花朵 到了冬天便凋零无踪 他感叹着人生的无常 也深刻体会到了 人际关系的脆弱与善变 新一波的人群簇拥而来 旧日的伙伴便悄然归于人海 这种变化或许令人无奈 但既然无力更改 倒不如选择潇洒一点 在相聚的日子里 彼此真心相待 共同度过欢乐时光 而到了分别的时刻 大方的挥手告别 将彼此的身影深藏在心底 这也许就是一段关系最体面的结局 看清三观的隔阂 不辩对错 村上春树曾说 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人各有不同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都不稀奇 三观不合 没有谁对谁错 只是我们有着不同的境遇 导致对生活的理解不同 境界不同 无法相通 无需辩解 认知不同 难以相容 无需强容 正所谓 有道则共谋 无道则独行 人与人之间 本就是飞鸟与鱼 层次不同 无法相容 最终使我们渐行渐远的 不是路途的距离 而是三观上的差距 生活最终会教会我们一件事 只有减少对他人的期待 才不会总感受到伤害 金庸作为享誉文坛的武侠小说家 作品令无数读者着迷 可有段时间 他的小说遭到了作家王朔的批判 王朔笔触犀利 被称为痞子文学 而金庸文风澎湃 笔下多是峡谷柔情 两人风格天差地别 也因此王朔不认可金庸的文章 还在报纸上发表 我看金庸言此犀利 本以为两人会唇枪舌战一番 没想到金庸却笑呵呵地回应 我得知此事后 第一个反应是 佛家教导八风不动 应当修养到欲八风中任何一风 情绪都不为所动才好 王朔先生的批评 或许是我能力所做不到的 限于财力 那也是无可奈何的 当被问及对王朔小说看法时 金庸没有借机贬损 言辞中多是恳切尊重 王朔的小说我看过的不多 我觉得他行文和小说中的对话 很风趣幽默 横看成岭策成风 远近高低个不同 你眼中细致入微的悲欢离合 也许在别人眼里 只是无端的长虚短叹 你心中反感的势快精明 也可能是别人在这个纷繁世界中 习惯的谋生手段 我们应该学会包容和接纳 允许别人做别人 允许自己是自己 这样才能避免心生嫌隙 让生活更加和谐美好 画师龚崎俊和高田勋 曾是默契无间的黄金搭档 他们携手并肩合力绘制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动画佳作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龚崎俊偏好色彩明艳梦幻般的画作 而高田勋则热衷于肃简写实的画风 两人之间的分歧逐渐显现 且越来越多 在共同创作动画 红发少女安妮的过程中 龚崎俊因无法忍受与高田勋的创作理念差异 选择了退出 一时间 外界流言四起 纷纷猜测二人不合 然而 龚崎俊却坦然回应 我们虽然有争执 但永远是伙伴 他们平静地接受了彼此的差异 虽然不在共识 但仍会邀请对方担任监制 为彼此的作品提供不同的灵感和视角 这种成熟而理智的处理方式 不仅让他们的友谊得以延续 更为动画界带来了更多精彩分成的作品 罗素曾说 只有玫瑰和茉莉一同开放 这个世界才会有参差多态的美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没有任何一种三观能够成为主流的标杆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尺度和标准 若只用自己的尺子去衡量别人 难免会陷入偏颇和狭隘的境地 智者明白 世界并非只有黑白两色 而是充满了各种色彩和层次 他们热爱自己的阳春白雪 同时也能够尊重别人 对残阳冷月的喜爱 这种包容和尊重 不仅是对他人的善意 更是对自己的善待 因为只有当我们摘下有色眼镜 才能真正领略到 这个世界的多彩和丰富 我很欣赏这样一句格言 世间万物 无分对错 唯有容纳与否 随着岁月的沉淀 我们逐渐领悟到 人生的成熟 不仅在于洞察万物之间的差异 更在于领悟 这些差异其实并不重要 当我们逐渐学会宽容 减少对他人的苛责 这便意味着我们的人生 已经迈向了更高的境界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